第四章 帝王家 这不在少数 就算没有手足相残 为了皇位勾心斗角 而与我乍也是常常发生 在皇宫中哪里有什么亲情 如果有亲情的话 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 也不会杀李建成全家老少 如果有亲情的话 也不会有杨广师父 对于帝王来说 任何一个对自己构成威胁的事物 逼除 因此 师父杀兄便是一件很常见的事情了 在古代中国南北朝刘宋时期 就有这样的一个势力 宋孝武刘俊将自己的表妹进宫里 生下了第八个儿子刘子鸾 对于这个儿子 刘俊更是宠爱有加 在他年仅五岁的时候 已经封他被襄阳王了 刘俊还甚至动过念头 想要改立刘子鸾为太子 但是遭到了朝廷众臣的反对 因此作罢 刘子鸾哥哥刘子叶只比他大七岁 是刘宋王朝的第六位皇帝 而刘子鸾的母亲 殷淑仪 孝武帝刘俊对他十分宠爱 爱乌吉乌 连带着对刘子鸾也十分喜爱 时常有改立刘子鸾为太子的意思 正是刘俊这一想法 给这个九岁的孩子带来了灾难 后来 因淑仪因病去世 宋孝武帝极为伤心 并把这种思念寄托于儿子刘子鸾身上 加封他为司徒 后来又加封为中书令 一个几岁的孩子 就得到皇帝的如此宠爱 就让其他皇子相当不爽 尤其是哥哥刘子叶 对他羡慕极度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